谈点漫威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漫威的人物属性表里 满分是7的情况下 雷神的智商表现只有两分而已 这是他所有属性中 分数最低的一个属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雷神在电影里 总是表现出不太聪明的样子 知识二 无论是在漫画里还是在电影中 钢铁侠托宁史塔克都有着一个亿万富豪的设定 他在福布斯的虚拟人物财富排行榜里 124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第四 也因此作为初代复仇者里最富有的超级英雄 钢铁侠给其他的复联成员提供了财力上的帮助 在电影《复联1》的最后 却又看到他将史塔克大厦设置成为了复联总部 并且还给每个人都安排了独立房间的场景 而在装备方面 他光是给蜘蛛侠的战衣就赠送了好几套 并且还给绿巨员提供了一个伽马射线实验室 美队手里的盾牌 以及鹰岩手里的弓箭 也都是史塔克工业的产物 知识三 在电影《奇异2》的片尾彩蛋里 出现了一个身穿紫色发 跑且披着银发的女性角色 他找到奇异博士说起了碰撞事件 随后二人就跳入了另一个空间之中 而这个在彩蛋里出现的角色 在设定里名为克里 他在漫画里是多玛姆的侄女 同时也是奇异博士的正牌妻子 他曾在奇异博士死后 做过一段时间的至尊法师 或许在后续的电影《奇异3》 他将会和奇异博士来到黑暗为肚里 一起对抗多玛姆 知识四 在电影《复仇者联盟2》里的反派奥创 是一个被大幅度削弱过的角色 在电影里的他虽然也很强大 但是当幻视出现之后 奥创就被隔离了网络 并被摧毁了他的合金躯体 但是其实奥创在漫画里的实力非常强大 他的身体是由艾德曼合金所打造 这幅躯体仅是一拳就能打碎美队的盾牌 在电影中的钢铁侠还能和奥创打得有来永回 但是在漫画里 奥创通过网络控制了所有钢铁战甲 导致钢铁侠只能穿戴不连接网络的马克二号战甲作战 而复仇者们在与奥创的战斗中 几乎没有打败他的可能 最后打败奥创的办法 只能是通过金刚狼穿越回到过去 阻止奥创被创造出来 知识五 还是在复联2 复仇者们在一次聚会中 都是图去举起雷神之锤 但是经过阴眼 钢铁侠和战争机器 美队 班纳博士的尝试过后 只有美队与人轻轻地动了一下而已 其他人根本无法撼动雷神之锤 可是在奥创被创造出来之后 就能够很轻松地举起了雷神之锤 这一举动了复联众人都很是惊讶 这其实是因为在设定 雷神之锤无法被举起是因为奥丁的咒语 而幻世举起雷神之锤是通过心灵宝石的力量 因为心灵宝石的魔法等级 高于奥丁咒语的魔法等级 所以幻世就很轻松地举起了雷神之锤